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白话天下 那么今天聊一下昨天晚上国足沙特的这个比赛 最终我们是靠一个点球来踢了1比1 昨天这场球的话呢 你要说踢的呢 反正也就这样 肯定是谈不上好的 这个射门次数我们就两个沙特是18个 控球时间的话呢 我们只有26% 沙特74%嘛 那毕竟实力在那里 好也好 不到哪里去 但老实讲 最后打出的这个比分呢 那还真是好 我今天越想越觉得好 为什么呢 因为一方面啊 咱们从客观的局面上来讲 那我们是弱势一方 最后还能够跟强大的这个对手打了个平局 这个不容易啊 终归呢 还是有那么一个好的地方呢 就是从这个比分上来看 那最关键的呢 就是现在这个环境太特别了 你前不就刚刚搞完那个逢拱大战 声势闹挺大 那这一下国足这边很难办呢 你说这个比赛你要踢输了吧 尤其是被对手干了个3比0 5比0这种惨败的话 那你能想想 那国足又得挨批啊 连带的之前骂战当中的像这个冯小婷啊 董璐啊为代表的这一方又要遭到攻击 但这球你要最终是奇迹般的倚弱胜强 把这个沙特赢了呢 其实很多人 国足也难办 很多人都会说嘛 你看看你看看 国足还是得骂吧 还是得给他压力吧 一上压力一拼的话 你看拼出成绩来了 那你要这样吧 其实国足也尴尬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但是现在呢 好家伙给你踢了个1比1 这一下这个比分真的是玄妙啊 让之前我们 就是说情绪很大的这些球迷啊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你说骂呢 肯定是没理由了 都1比1了 你还有什么好骂的 哪怕我看 现在有的人在那里讲说 那么沙特 他是已经晋级了 是吧 我们是已经出局了 那这个比赛本身就无关紧要的 人家就随便给你踢一踢 也没有尽全力嘛 那有的朋友呢 就在讲说 那我们从数据一方看的话 就全面落后于对手啊 而且也是只是靠拿了个点球 得了一分 有什么好光荣的呢 你看 这个呢 虽然说还是对国足有情绪 但好歹没有骂了吧 对不对 但是你说夸呢 确实我们也夸不大出口 夸不到天上去的 就是说骂也不是 夸也不是 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就这么个比分 不干不干的 这么一个比分嘛 那这个比分 用我们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来说 那就是忽然把我们很多球迷给整不回了 不知道从何讲起了 那当然这个结果的话呢 谁最乐于看到呢 肯定是国足这边最乐于看到了 你可以减轻一些他们的这个压力啊 因为这个比赛输赢都会被骂的 那最后他给你来了个平局的话 那是不是就有点像 之前那个 我们古代朝廷里面搞权谋的那种政治家 搞平衡 搞平衡 让自己呢 两边都不得罪 成功冲手 是吧 你看就有这么个味道 当然话说回来 就把这个比分安排成 现在这个样子呢 我相信肯定也不是 现在这一支国足 有意为之的 因为就他们现在这一块料哈 没有这个能力去左右比赛 左右比分呢 最终这个比赛成为这么一个玄妙的比分呢 我觉得更多的呢 上天的安排 至于说老天爷为什么这么安排呢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他看最近这个国足 这段时间被夹在两股力量中间烤 他有点愚心不忍了 想安排这么一个比分呢 暂时性的救一救国足吧 当然我估计老天爷心里也会想的 我救得了你一死 但救不了你一世的 你还是要自强 还是要找到出路 如果说你不惜取教训 不从根本上强大起来的话 哪怕你过了今天这一关 下一关你还是得继续丢人 继续爱骂 对吧 那不知道大家对国足跟沙特这个比赛呢 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写评论 我是大白 下期百花天下 再见